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好的 昨天大盘大跌325点 我想把很多人吓坏了 外资大幅卖超 到1 2 3这三天 已经卖超了387 这个礼拜的礼拜五 这个数据或许会更大 我们看一下 好 外资大坎台股300多亿 目前是跌了 昨天是跌了325点 今天是短线反弹 那我们说目前比较严重的 连记者都看得懂 记线下弯 这记者写的 连记者都看得懂 很危险 记线下弯 那记线下弯代表什么 记线是一个中期的平均线 三个月的平均线 通常短线就看月线 一个月 22天 那如果是一记 三个月就看记线 中期的投资人 那如果记线下弯表示 中期投资人开始怎么样 开始赔钱了 因为目前大盘月线 记线半年线都跌破了 所以目前短期 中期 长期 全部都赔钱了 那这时候 当然会形成一定的卖压 包含法人 他们也会做出一些停损的机制 所以操作上 危险就在这里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说这盘面 你要看得懂 连记者都看得懂 我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应该也看得懂 电子乏力三天增化掉 上兆的资金增化掉了 很可惜 来 那我们看一下 大盘的格局目前在这里 这条线划过来 所以你这四个月 套老抽码不少了 看到吗 这边一个麦当劳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小的麦当劳 所以目前来讲 套老量已经不小了 我们再看 有些人说好像 也没有涨很多 那是因为你用日线来看 那如果你用周线来看 天哪 涨快一万点 怎么会没有涨很多 从8500涨到18000以上了 它已经涨了9500点了 这样一波涨上来 已经涨超过一倍了 投资朋友 目前在这里打麦当劳 那你觉得有没有涨很多 台股涨一万点 平常都没有一万点 现在都已经涨一万点了 那怎么会没有很多 对不对 整涨超过一倍了 怎么会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到底要怎么研判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来 我们把从周线角度来看 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 从股神系统来看 上档怎么样 这段都OK 这段上来都OK 这边拉回 黑黑棒拉回都没有问题 但是来到这里 看到吗 这段上来都没有问题 可是来这里奇怪 怎么出现卖出讯号了 三线破两线 那目前也是一样 三线维持 下面两条线跌破的 所以我们这里可能怎么样 可能就是一个高点 它必须陷入一段时间的整理 三条线已经破两条 下面这两条 从周线来看已经跌破了 所以我们它必须有一段时间来整理 这对大盘来讲就是一个考验 所以你在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那我们再从日线来看 来 这边是一个月线破季线的死亡交叉 月线这条 季线下面这一条 那这边月线跌破季线 短天期跌破长天期 叫做死亡交叉 对不对 然后整理完又上来了 那目前在这边集结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三线集结 集结的过程里面 昨天一根黑黑棒 三百多点的跌幅 把这个三条均线集结点全部跌破 这样就完美了 同一是吗 为什么我刚讲过 短期 中期 长期的筹码都套住了 这是均线 这是平均成本 一个月的平均成本叫做月线 三个月的平均成本叫做季线 半年的平均成本叫做半年线 月线破了 季线破了 半年线破了 当然会引来法人的停损卖压 所以我们这里当然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在操作上就不能那么乐观了 我们从量来看 这个量怎么好像 好像好像在吃溜滑梯 这不是往上坡 这是下坡 量怎么感觉上持续的下滑 量下滑代表人气退场 这对后面的资金动能 推升一定要资金动能 一定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你看得懂这个图 一个死亡交叉 这里均线把它所有跌破 所以未来怎么样 月线会再什么 会再跌破半年线 月线跌破季线 接下来未来月线会再跌破半年线 月线下弯速度比较快 季线这个也是下弯的 这两条均线都下弯 半年线走平 它走平月线下滑速度会比较快 它往下那当然就会把它跌破 就会形成第二个死亡交叉 我刚刚讲的都是技术分析 理论上你也应该听得懂 这也是每一个分析师都一定会的 可是没有人在跟你讲这个 为什么 手上股票都套牢不能讲 讲不是打自己嘴巴吗 既然格局这种不对 你怎么报一堆股票 所以不能讲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听不懂 也不可能不会 当然散路可能会比较听不懂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站上台面的人 没有人听不懂 可是谁在跟你讲这个 没人在讲 谁跟你讲廖交关系退潮 谁跟你讲月线破季线 新政死亡交叉 谁跟你讲未来月线季线已经完全是往下了 季线往下月线往下 半年线走平 所以月线会跌破半年线 谁在跟你讲这个 会形成第二个死亡交叉 没有人在讲 所以你要很小心 别人讲不是代表没发生 电子股的格局一模一样 看到吗 电子股的年线更接近 这个你看大盘在这里 电子股的年线更接近 看到了吗 感觉上也不远了 所以我们这个格局会更不利 更不妙 它量能也是持续退潮 对啊 没错量能持续退潮 所以这个未来都是大问题 那我们说操作股票 的理想境界 什么是一个理想境界 一个理想国 对不对 晚上不用关门 白天路不时宜 你钱掉在路上也没人会见 晚上为什么不用关门 因为没有小偷 哎呀理想国的境界 每个人都向往陶淵明的理想国境界 那股市的理想境界是什么 就是要这样 买的时候很安心 那买人一定会震荡 抱的时候你抱得住 很安心 你晚上睡得着 卖掉会非常开心 为什么卖掉很开心 赚钱 一定赚钱才会开心 所以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卖得开心 这就是股票操作的理想境界 他说没有 你现在有没有迈入这个理想境界 还在那边看 在少林寺门口看 在武当派门口看 一直看 看来看去 犹豫不决 身上也没有功夫 想要去闯江湖 又是一招办事 这就是目前投资人的问题 对呀 你很想做股票 你可能也买了股票了 可是因为不懂 买进去套牢 也不晓得怎么办 这是投资朋友目前的问题 懂意思吗 所以你希望你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震荡过程不怕 卖掉的时候 有一天卖掉很开心 钱放口袋 当然开心 就是要这样做 那如果你还不会 你也不要说 没关系 我来学个十年二十年 总有一天把股市公乎学会 我可以讲 不用十年二十年 一年就赔光了 还十年二十年 所以想想看 你做多久 你股票跌多少 如果你做一季 你的股票跌三成 那十个月后你就赔光了 再六个月 七个月你就赔光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操作它难度是很高的 不是 你说我可以自己做 如果你自己做会赚钱 那就好 你根本就不要看我的电视 你看我的电视干嘛 你都那么厉害 赚大钱 看什么节目 当然投资朋友就是不会 满手股票套牢 现在这投资朋友的境界就这样 想要自己做 想要省点钱 但是又不会做 所以股票套牢了一塌糊涂 投资朋友 怎么办 跟着赢家做就好 你不要把他自己搞得那么痛苦 好 那我们说行情下来 就像照妖镜一样 为什么 因为投资朋友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你有没有本事 骗不了人 你把本子一刷 你的存折一刷 怎么一百万剩七十 当然知道你做错了 懂意思吗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迎战股市的挑战 到底分析师有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在做生意而已 每天就是叫你买股票 叫你低接 如果你有一天变成王永庆 你就可以了 我三千多亿 八千多亿 来股票低接 低接再低接 老子钱很多 花不完 可以啊 那如果你只是散路 你怎么低接 你买一档钱就很两成的 你买几次都没钱 你还低接 低接个头 怎么可能 所以有些人在做生意 不是要帮助投资人 所以你一定要看得懂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从成交值排行榜 量乘以价 叫成交值 这就是市场最关注的股票 人气最旺的股票 都在这里 那我们如果把这股票分析一下 大概有哪些 当然就是电子 航运最大宗 这个大概加起来百分之七十了 剩下都是小的 什么食品 这个 这个树化 树化稍微好一点 比如说 这个 机械 电器 这个观光 那个都量很小 说真的 买那个也不用分析 你自己买就好了 好 那我们从成交值排行榜 市场最关注的股票 给它分析完 刚刚讲航运跟电子 来 航运跟电子最大宗 成交比重最重 加起来大概七成 这两个族群 到底他们的格局对不对 请问你要不要看懂 你势必要看懂 可是你一定看不懂 对不对 大盘的格局 很多人看不懂 三线跌破转空 上档出现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卖出讯号 这格局一定是不对 三线破了 电子股 比大盘更严重 为什么 压力更沉重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卖出讯号 这比大盘更多 对不对 如果加上这个 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六 六个卖出讯号 三线一样跌破转空 这格局当然是不对的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再看航运 航运股 天哪 转空好几个月了 看懂吗 所以如果你先抱的是航运 你抱的是一大堆电子股 然后你都完全没有任何减码的动作 三条均线集结 月线季线 80线集结 跌破了 三百多点跌破了 你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也没有任何音量 那我说你以后没有吃尽骨头 吃尽骨头 为什么 你专利一定是不足的 没有人说这个时候都不用反应了 不用减码了 那绝对是鬼扯 没有这种事 好不好 长龙 五成了 不是EPS多好吗 15块吗 有什么用 不是照碟五成 量 人气退潮 对不对 那么好 为什么玩的越来越少 你自己想 好不好 雅明 不是17.88的吗 上半年 17.88的 为什么股价跌了53% 人气退潮 奇怪 应该是这样 一来越多 因为赚大钱 赚这么多钱 怎么反过来 量怎么越来越少 你不觉得奇怪吗 要走一条路 这条路要通往黄金屋 里面三千多两黄金 走进去随便你搬 那怎么走 路上怎么 都没人 怎么没有人 奇怪 怎么还剩下两三个人而已 这条康中大道 进去有很多黄金 等着你搬 应该很多人都 对不对 路上很拥挤 奇怪 怎么人越来越少 奇怪 你没有发现 在告诉你什么 状况 你不要那么天真 懂意思吗 好不好 那我们看 那股价跌五成 可是很多人 站在原地不断的挨打 抗连你看看 站在原地不断的挨打 任凭它下跌 真是抗连 这是何苦 这不是在玩股票 这是在被股票玩 懂意思吗 为什么这些人不走 看不懂它架构 懂意思吗 到底它架构 对不对搞不清楚了 对不对看股权系统 空头格局 抗连 空头格局 洋农产民万海都一样 空头格局 卖亚一大堆 这种股票不会涨 你懂意思吗 不会涨就是不会涨 为什么问题太多了 完全是空头格局 怎么涨 好不好 好 货桂三雄 下半年获利倍增 说说你看到这个 其文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倍增什么意思 本来赚十亿 变二十亿 叫倍增 上半年一片十五块 下半年倍增 下半年赚三十块 一年赚四十五块 股价应该 掌天板才对 奇怪怎么会这么软啪啪跌五成 你相信这种新闻吗 都没有 可能吗 我们说一条路上 通往黄金屋 前面三千多两个黄金 走进去随便你拿 奇怪怎么没有几个人在走 怎么没人 怎么没人 奇怪怎么没人 这条路应该是满满拥挤的人 怎么没有人 对啊 获利这么好 股价跟大涨才对 怎么还跌五成 一定有一个人骗你 那至于想谁骗你 好不好 这是给谁看 报纸当然是给散户看的 你想谁骗了你 股价常常因为误解而上去 但是绝少因为冤枉而下来 你把这句话拍照记下来 有一天你印证到的时候 你又很感动 当时没有听赵明的话 多赔这三百多万真的很可惜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股价常常因为误解而上去 但是绝少因为冤枉而下来 你慢慢去印证 对不对你慢慢印证就知道 好不好 操作逻辑如果是对的 钱会不断地增加 操作逻辑如果是不对的 钱会不断地减少 好了那你现在不要看你对不对 你就要看你钱增加减少 你就知道你对不对了 你减少了对不起你就是不对 这是铁律 这个没办法改变了 铁折懂意思吗 永远不会变得铁折 所以你不要去怀疑 那你坚持你的操作逻辑是对 你对怎么一直减少 你钱怎么越来越少 对啊你觉得你是对的 你觉得EPS很高就可以买 本利比很低就可以买 寒衣股很棒 股价怎么一直跌 对啊如果你操作逻辑是对 你钱怎么会越来越少 不可能啊 对如果你操作逻辑对 钱会越来越多啊 不是吗 到这边很多人不悔改 发赖人干掉我 哎呀我所谓了 佛门虽大 不渡无眼之人 来你看这个柚子 我这天啊 昨天去柚子摊 老藏文旦 想到是老藏 不是麻豆老藏文旦吗 怎么一颗十块钱呢 怎么可能呢 为什么一颗剩十块 因为中秋节过了嘛 谁在吃文旦啊 中秋节过了 吃文旦就变少了嘛 吃文旦人变少 价格就叠下来了嘛 老藏有什么用 一颗十块啦 就是这样啊 不知名早就跟你讲了 等中秋节过了 文旦就是这样 一颗十块啦 对不对 好不好 韩英谷 那如果这么好 怎么越来玩越少呢 应该越来玩越多才对啊 人越来越多才 怎么越来越少呢 听懂了吗 听不懂我没办 好 韩英谷 正在回归他原有的轨道 恢复他原有的价值 原有是多少 很多股票 韩英谷原有就是票面 好不好 不可能比海盗还好赚嘛 有人说韩英谷老师 爱唱船出去 一唱出去 赚一条船回来 天哪 比这海盗 比索马利亚海盗更好赚 你觉得可能 这可能是长期的嘛 对吧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好不好 跟强者为估 跟智子同行 才能卖向你要的股市人生 这样听懂吗 好不好 海盗应该怎么做 赚大钱 全身而退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七个字 七个字 赚大钱 全身而退 第一名 你赚在哪 你赚在哪 第一名 现在市场哪一个不踏很股 踏了一屁股 踏了乱七八糟 踏了欲库无泪 对啊 能够赚大钱 全身而退 这个第一名 没错嘛 谁 哎呦 竟然有人赚两百零五% 就是我们的普通会员 厉害吗 真的了不起 到这边 海盈谷多空 赚一银都有做 东森放空 总统特别普通都有赚 好不好 本来是只有普通会员进场 后来发现这个股票 其实太强了 特别会员中 跟着进场 好不好 长龙放空的 惠阳也是放空的 这就是张一银今年 海股所有的操作都在这里 没有再增加了 就从不在这里 全部都出场了 全身而退 赚大钱 哎呦 就这样 普通会员 两百零五% 大航情台里面坐到雨 还发生船难 那可怜 海股今年有不错的航情 可是很多没赚到 还套在里面 很可惜 好不好 2021年我操大海股 每一党都赚钱 每一党 每一党都是赚钱 这是你要的 你需不需要你老师 需不需要你老师 跟着我这样讲 2021年我操作海股 每一党都是赚钱 这项图卡很多人看到 眼泪掉下来 眼睛一臂眼泪掉下来 海股有人赔好几千万 他多需要 他的老师一样 在电视上讲 2021年我操作海股 每一党都是赚钱 没有 我有 别人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说很多投资人 看到奖在图卡 眼泪掉下来 可怜 好不好 成为赢家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找到对的人 记得 你要成为赢家 不用怀疑 你要赚到钱 你不可能来股市要赔钱 那你要成为赢家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找到对的人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希望你下一次 你也有机会 跟我一样 我们的客户一样 看到这张 每个人都很感动 我们赚了不少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还有很多股票没讲 真的有点讲不完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了 图卡太多了 今天有点兴奋 讲了有点 这个 太多了 来 现在做个动作 拿起手机来 扫完这QR Code 这是张艾米的Line 你扫QR Code 扫完之后发信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次股问题 一并发上来 在没有尽数回答你 时间交给郑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长迪密码 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电子股的七大族群 到底对不对 看完大概你心里就会有底 我们时间不够 讲快一点来 这七大族群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半导体 台积电 对不对 三线走空 联电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一多两空 世界先进 一样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也是一多两 格局都不对了 爱西设计 联发科 可怜 张艾米 900 好像66%卖掉 现在金盘盘中跌破900 890几 如果没有卖 那就惨了 还有卖掉 这格局还是不对 上涨压力非常沉重 联永 可怜 跌半年了 到现在在空头格局 买到应该是欲哭无泪 好 利基一样 跌超过五成 跌六十几% 这格局完全都是不对 好 敦泰 最高点 看到吗 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重 然后打下来 到目前跌破半年低点 这格局都不对 天力 一样跌到半年低点 完全都不对 很多人在每天喊 可怜 害死一堆人 一龙电 一样股价跌半年 空头格局没有改变 金豪科 也是空头格局 跟天力很类似 你看完之后 爱西设计 是不是很惨 好不好 好 你做错会赔的时间 赔的钱 甚至影响到夫妻的感情 浪费掉很多 不应该浪费的 好 我们看第二个 被动人件对不对 国际当然不对 华欣科也不对 转空半年以上 核心堂也是一样不对 转空两三个月了 好 这个PCB 对不对 当然不对 星星不对 景硕不对 蓝电也不对 好 你爆这些空头股票 就像带一堆老肉残兵 不要可能 不可能 打胜仗 因为他们都老肉残兵 我们再看 代工 红海不对 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群创面板股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已经转空很久了 跌五成 有大概 实际上都跌五成 好 蓝电对不对 一样 可怜 跌半年了 完全都空头格局 华邦电也是一样 都完全都空头格局 所以想想看 如果你爆了以上这股股 一大股 你晚上睡觉 怎么睡 你能睡得安稳吗 这都空头格局 好不好 快散接体 望宏 吴敏琼说 我比外资专利 好有气魄 吴敏琼 可怜 你看到吗 所有均线 全部早就跌破了 这格局完全是不对的 这一条叫比对大盘线 半年来 从来都没有站过 站上去 非常非常弱势的股票 呛线很厉害 股价是软啪啪 好不好 很可惜 好 弱势股不会因为 大盘下跌而上涨 只会跌更快 要小心 不要爆弱势股 每一次错误的损失 都是可以伤害 都是可以避免的伤害 不要再爆这一股票 光学郁金光 营收到创新高 今天发了两个新闻 你也吃苹果的手机 来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空头格局 大立光更可怜 跌这样 股价跌五成了 可不可怜 为什么 这天律 天律也是一样 跌了惨细细 好 何苦站在原地 不断的挨打 这是何苦 你爆了郁金光 你爆了大立光 你看多惨 张爱民这半年内 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股票 对 因为格局是错的 电动车 市场很多人在谈电动车 电动车到底有没有机会 问题又来了 你不会选股还是零 你怎么买 电动车65档股票 天哪一大堆 看谁 看南出角洪海 洪海又是 苹果概念股 又是电动车龙头 对不起 一大堆卖出去 这格局是不对的 这么多电动车 洪海先看 接下来 美其马 一多两空 格局不对的 CAMP三天转空 有人说电动车多 现在是电动车主流 我是觉得还没到 好不好 格局怎么会对 再见了 再说了 涨跌都是行情 不要规避它 不要逃避它 你有办法做 看得懂 每天都有行情 好不好 我感觉到 大批物语快来了 真的假的 钓到一条很大的雨 真的吗 有啊 这么多 这都这个礼拜操作的 后面还有 你放心 会赚到笑嘻嘻的 懂意思吗 那哪一天 那哪一笔 继续到假圈都退 所以我不会拿假东西上 你放心 来台表科 天哪 这么多卖去讯号 聚合三天转空 格局完全不对的 新星三天转空 好不好 台光店三天转空 不用怀疑它 台表科 天哪 这比大阪你看弱多少 好不好 跟自责为武 跟强者同行 才能迈向你要的 彩色股市人生 有没有道理 你有任何问题 没关系 我们先做一个沟通 赵爱铭 我想了解股权系统 赵爱铭 我想了解 你怎么带会员 没关系 我们总是要建立联系管道 我们才有办法 互相沟通 现在做一个动作 赵爱铭的LINE QR Code给你扫 你打开手机 加好朋友 扫描 来 扫描这个QR Code 发讯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问题 一边发上来 赵爱铭会尽速回答你 不应留电话 我不会做任何回答 你也不要发上来 好不好 记得一定要留电话 我们才能沟通 有问题才能够互相联系 我们把时间交给郑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荐 分析的个别有加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应告独立判断 选生评测 并且失资不投资风险 终于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